上海迪士尼雨中开幕 人造多 状况多 久等了 耗资1700多亿台币 花了五年新建的上海迪士尼乐园 周四正式开幕 不过天空不作美 标题细雨 上班游客在雨中排队入场 有人从清晨五点钟 就开始排队了 这也太始终了吧 而且安全工作相当严格 小孩闹 大人烦 直到11点半终于开放入场 迪士尼乐园是一个带来欢乐的地方 我想带着自己的女儿一起来这边感受一下 然后女儿又从小就喜欢迪士尼的公主 所以我要带她到迪士尼乐园来 满足一下她的公主梦 真有一套 能让中国小女生从小就有公主梦 迪士尼不但精于制造梦想 更是商场大师 对上海迪士尼的商机 早就已经尽赚过了 一波波的人潮 带来的就是一波波的前潮 难怪迪士尼董事党兼西游艾格 把上海迪士尼看成自己事业的高峰 不过开幕台第一天 就有游乐器材故障 状况连连 而且中卧连假又要到了 真正的考验才要开始 国际中心绽合报导 十字幕电视 vote 中卧或剩下 一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